大家好,我是Rion 今天又來看看看一下的是 馬尼拉機場的菲律賓航空貴賓室跟轉機室 過年後我去泰國的那一趟 就是搭菲律賓航空的商務艙 雖然便宜是便宜啦 但是來回轉機都要隔夜 所以如果是比較近的亞洲就算了 但是想搭便宜的商務艙轉歐美澳的人 就可以考慮看看菲律賓航空的商務艙 那馬尼拉機場有四個航廈 我是飛航直接轉機飛航 所以都是在飛航專用的第二航廈 我也沒有辦簽證就可以直接轉機 那如果不是飛航直接轉飛航 要去不同的航廈轉不同的航空公司 就有可能需要辦簽證 這點大家要自己注意 當天下飛機之後搭上巴士就被載到一個門 那一進去就是海關 所以是不能拍攝的 這邊就來個看圖說故事 我大概是從這個門進去的 然後正前方就是海關 左邊呢就是轉機室 右前方就會有一個心理檢查的地方 你要轉機呢 就直接去問轉機櫃檯的人 他就會收走你的登機證 護照應該是沒有收我記得 然後就會叫你進去轉機室裡面等 對 只是在裡面等 轉機室呢就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整體來說也是舒適舒適的 有一些躺椅 有一些沙發 也有廁所 只是一直會有機場的廣播聲 比較吵一點 有吵到以前有人說過過夜轉機 是有含一份餐給你的 然後是會有轉機櫃檯的人會買給你 但是我去問的時候沒有 而且就算是商務艙 也不能先去貴賓室 要等到半夜3點左右 所以還是得在轉機室裡面等 不過他們是可以幫你叫外送的喔 對 就是跟台灣UberEat還有Fu Panda一樣 那東南亞用的是Crab 回程那一趟我下午6點就到轉機室了 我就請現場的人員幫我用Crab 叫了麥當勞 呵呵呵 這真的是 蠻小的好 我是隨便點了一個餐 就是這個薯條有點少 你會給我偷吃吧 我點這樣 一個薯條 然後跟一個漢堡 還有一個這個 是套餐 飲料是套餐 這樣子好像是172塊Pizza 然後這個要90塊Pizza 一個雞腿加一塊飯 這是90幾 加起來323Pizza 我給他200塊台幣 就這樣 那裡面還有一個醬 沒想到機場轉機出具還是呢 然後來看影片 原池飯 這邊是有免費WiFi的 這邊 你只要登入一個Google的WiFi 你連上去可以30分鐘 然後再延長一次可以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之後沒有了 你再充電 就又會有 有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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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進來叫人 就是在登機前呢 2、3個小時 他就會進來叫人 讓你可以轉機 可能就出去 等機口 前天早上要轉換 是9點的班機 有免費 有免費 就進來叫人 所以 應該是早上班機會早一點 標準的 不知道在哪裡 反正你要出這間 轉機是隔夜的 最早一定都只能3點 過夜到這還可以 就是 你要吃的東西 可能只要叫你們 東南亞都喜歡 我們家裡把台飯烤成一個身上 看泰國的路便單 烤肉也有送 我看跟泰國米蠻像的 好可怕 好可怕 OK 待在轉機室內 如果你的航班時間進了 轉機櫃台人員就會進來 喊往哪裡哪裡的人可以出來了 然後你出來之後 就直接往轉機室 對面那個心理檢查的地方 再過一次安檢 那過安檢之後呢 你就可以選擇走樓梯 像這樣 或者是搭電梯到出境樓層 你就會從這邊走出來 就是出境樓層 就有各個的登機口 那菲律賓航空貴賓室的入口 就在8號登機口附近 那其實就是這個圖裡面 圓圓的這個地方 就是他們的貴賓室 然後這邊就是他們的入口 如果從那邊就這樣進來 有沒有 他們的launch 進來這邊 shower room 然後廁所在這裡 這邊就有一個 休息區 這感覺其實還比剛剛那邊還要難睡 太多了 搞笑好像沒有 沒有好處 吃飯的地方 水餃 燒麥 小饅頭 然後這個是 礦物雞 我今天就在打開了 礦物雞去到那邊打開 粥 然後一些菜 三明治 三明治直接露天耶 可以烤過 什麼 這裡竟然還有熱壓吐司 雞 雞 我不相信 然後飲料 有檸檬 什麼的耶 你要喝一杯 UCC的咖啡機 酒 普通的餅乾 普通的雞汁 蛋糕 這個應該是可以現煮給你的 外面還會去 外面還會去 就 椅子是很小 說實在 今天這裡 三點要繼續待 也蠻累的 這次我在菲律賓航空的貴賓室 沒有特別吃什麼 真的是沒有什麼 看起來特別好吃 重點就是 任何外露沒有蓋起來的食物 腸胃不好的人呢 請不要輕易嘗試喔 我真的是看到不少 昆蟲類在現場逗留 那裡面呢 真的就是休息 跟喝喝飲料就好了 除非你真的很餓 你就可以挑那些 有蓋子蓋子的東西吃 然後 我當時穿著短褲 好像在我有帶一條小毛灘 我後來還想說 算了不要在貴賓室裡面 太無聊 出來逛逛 結果外面還真的是 沒有什麼好逛的 總結呢 如果你想要便宜的 從台灣轉機 歐洲、美洲、澳洲的話 可以考慮看看菲律賓航空 節日也是有可能有便宜的票的 只是轉機很累 菲律賓是沒有很好 就這樣 我是Ryan 記得訂閱喔 掰掰